6月28日大型古装悬疑剧《大明暗茶室》央视首播仪式在杭州隆重举行 导演黄克敏学姚鲁 丁永黛 高星 杨阳 李星玉等主演出席了发布会 一向饰演坏人的姚鲁这次挑战正觉 回想当初接演周星也是一波三折 有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到北京看我拿一张纸 他说姚鲁我想拍这个电视剧 我说什么呀 大明暗茶室 我说你什么时候拍呀 他说半年以后 我当时特别不屑地说吃饭吧 然后半年以后这个戏就真的开始运作了 然后我就给他说 我说我想演周星 他特别不屑地给我说吃饭吧 真的 然后过几天之后我就见他了 他又说 我说我真的想演一个与众不从的周星 他就不屑地说吃饭吧 《大明暗茶室》虽然是一部古装悬疑剧 但剧组生活却是欢乐多 当问起最难忘的经历时 杨阳给出的答案 还是让大家苦笑不得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和杨老师共享了好吃的方便面 我今天不说我觉得欠你一辈子 没有没有没有 你只是给大家讲一下吧 没有没有 因为就是七八月份在浙江恒店拍戏 就大家都知道很热 然后每天就是古装啊 演员都是三四层的衣服套着 然后还戴着头套 就热起来人不太想吃东西 很多天饭 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 我带着我的方便面 然后去化妆间 然后被杨老师闻到了 说你那是什么 然后就这样 然后我就给他 给他那个寄了一箱 然后就是 就是让这个化妆间 每天都充满了这个 很好吃的那个方便面的香味 然后我们心情都很美好 就很美好的心情 化了妆 然后去现场拍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